今天咱们吃蛋挞 我昨天晚上去万象会 跟风买了四个蛋挞 这个蛋挞是万象会新开业的一家 叫窗台 大概排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 今天咱们喝牛奶 先来吃这个圆味的 这个我都用烤箱附热了 它的这个塔皮是可送的塔皮 昨天是开业的第一天 排队的人还很多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年龄是最大的 它这塔叶甜度我觉得还可以 不是那种厚甜的那种 这个是开心果蛋挞 它上面这一块是一块麻薯 然后出炉之后 它会给你撒一点这个 开心果碎 撒的很少 它的这个麻薯 不粘牙 但是也是软糯的 甜甜的 我吃着这更像抹茶的味道 还有一点苦苦的感觉 我感觉 反正这个塔叶我吃不出来是开心果的味道 它是买一赠一 我以为是买一个蛋挞 赠一个蛋挞 实际上不是 它是买一单 然后赠送一个 所以我把这个开心果的蛋挞 就赠送了一个同款 它这个塔皮还是很甜的 这个是焦糖的 焦糖蛋挞 这个焦糖有点那股焦香味 我觉得它这里面的塔叶 也有焦糖的味道 这款是我喜欢的 我看了一下 它这塔皮都是现成的 直接在那个锡纸的碗里面 然后现场就制作这塔叶就行了 最开心果的颜值还挺高的 这回咱们和这个马蜀一块吃 我觉得这个蛋挞还可以 吃四个刚刚好 再吃就会腻 一盘大饺子 这个是那个王饺子 菌菇馅馅的 看不到蘑菇 但是能吃出来蘑菇的味道 这牌子的饺子真的挺好吃的 而且我买的是07的 所以很便宜 我用锅煎了一下 但是我没放油 吃完甜的 吃完甜的吃咸的真的很舒服 这饺子的调味非常好 好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赞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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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